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篩選民俠的環節 這次跟大家介紹一些熱門,但沒有那麼直撥的馬比較難贏 未必容易贏,而且偏熱的 但有時撥冷不妨考慮同場其他馬匹 當然也有像上次失手一樣,我都會認,狀元及低,縮情真的可以 大家記住,縮情馬就不要那麼容易看低他,就算他經常做千年老二也好 還沒說之前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記得右手邊有顆四星龍珠,按下去就可以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採碼頻道 儘管帶大家看看今次有什麼不直撥的熱門可以給大家看 看見這部分就是最眼光,跟大家說了 就是他上次贏《精彩有理》和行進寶區 其實《精彩有理》在同一天都有出《C加三路程》跑第五場 大家可以先看第五場,究竟精彩有理跑得如何,四選我都沒有 如果他這樣可以提升名次贏的 那你就不要買,就是要小心防範,最眼光有機會贏的 但行進寶區擺明就不厲害了 你彈得三個馬位是靠一檔 而且那場還要是步速比較有利的 所以他那個過四都不是沒有原因的 不過剎那間上三班爭情,真的很多同情好手 譬如《超級綠洲》、《確認眼神》 姚本輝兩隻贏過1600的一隻《確認眼神》、一隻精準快車 全部都是三班1600贏的 一放一追,你真是這麼容易過了嗎? 十一檔,如果你看統計數據,都是好檔 張眼光說,嘩,會不會第五win都在這個路程呢? 其實全部,這麼多場,都只有他一個贏過四win 但是我告訴大家,熱門不是沒有機會贏 他會近,起碼都會近 但是你說搏win,有時他增情星班對手多 就會帶來一個危險 所以大家都不要無斷去買這隻馬 至少他不是上次過四 就已經反映了投注者有點隱憂 好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頻道 稍後還有更多精巧節目 還未訂閱的,右手邊可以訂閱了 我們一會再見,拜拜 好酷 damit Jone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